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4年5月17日 今天是星期五 繼續來到星期五的時間 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最新的時事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說的 是一度曾經 是盛極一時 的羅湖商業性 盛極一時 又再曾經一度 被徹底遺忘 甚至乎差點是變成為止 羅湖商業城因為過去幾年封關 幾年封關差不多 裏面的店舖 是撿到7788 正當大家以為 羅湖商業城真的沒有機會翻生的時候 似乎 消費習慣又再突然之間 是出現突變的 竟然 羅湖商業城出現了 鹹魚翻生 還要搖身一變 變成美食廣場 真的使得 香港的商家 真的不是開玩笑 現在經常 是香港 變成了玻璃心大爆發 這個世界有時真的叫做風水輪流轉 我們繼續詳細 講到之前 請各位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雜奪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 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機 就是如此簡單 敬請各位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回來繼續研究羅湖商業城 話說羅湖商業城 就是全面通關之後 曾經 盛極一時的羅湖商業城 都仍然被人遺忘 因為 香港人雖然大規模不想消費 但是香港人選擇 多數是透過福田口岸過關 去 深圳新區的大商場 所以 在羅湖 因為羅湖商業城在羅湖關口 羅湖關口這一邊是相當淡靜的 令到羅湖商業城 徹底 被人遺忘 就好像 香港 也曾經盛極一時 後來 被徹底遺忘 但是有好消息告訴大家 羅湖商業城 忽然之間 是靜靜翻生的 就是把羅湖商業城的一樓 原本是長途汽車 的汽車站 竟然把它翻身變成了 最新的美食廣場 好了 去羅湖口岸 就是有口好吃 就是能夠跟福田口岸競爭 於是多了不少香港人 走到羅湖商業城 本來以為羅湖商業城已經徹底玩完了 結果羅湖商業城 是搖身一變 變成了新的美食廣場 做不做得住就不知道 但是原本的定位 是根據整個世界的情況改變 經濟環境 的改變 而作出改變 其實的確 羅湖商業城的例子 其實對於香港 真的有參考 大家不要誤會 其實我們也不是說 香港每一樣東西死定了 但是香港 幾乎是可以斷定 是肯定 是沒有可能做回 以前的國際金融中心 也 肯定是做不回 是國際大都會的 其實我現在唯一想到的 就是香港 最大機會就是變成一個像深圳那樣的城市 如果香港是變成像深圳那樣 其實 你想繼續靠炒賣 是經營 基本上也沒有甚麼可能的 就是說 你再想像以前那樣 樓價升值 魚翅撈飯的日子 這個基本上是沒有甚麼可能的 但是當然不代表 香港是沒有任何經濟活動 因為香港仍然 走了100萬人 仍然是一個幾百萬人的城市 一個超過幾百萬人口的城市 你不可能說沒有商業活動 只不過 香港的定位是越來越不清晰 其中一個香港的定位 不清晰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因為 香港的當政者 我們是完全不知道到底 是在服務在甚麼地方 我們也是 在本台的節目 跟大家獨家分析 我相信也是 全香港我們說得最早的 就是這個 是香港現在的政府官員 在做 特務工作 就是 要將香港 嘗試取代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的海外 是間諜機關的 不過當然香港的做法 是相當之絕劣的 因為錢 失了給 是這一班退休警察 而這一班退休警察 根本 是沒有一個 國際視野的 不要說他們 就算現在當政的警察 例如鄧炳強 陳國基 李家超 也是一些毫無視野的人 他們懂得做的 就是 向上級獻計 拿公帑出來狂洗 所以其實真的很悲觀 香港的經濟玩源 其實除了民間自救之外 當然我也不知道香港民間可以怎樣自救 香港現在 政府就是想將他培訓成為國際間諜中心 基本上 跟這個城市 那個功能是完全不協調的 可以預計 香港未來的商業活動 肯定是會進一步 大受打擊 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國際的 大都會是間諜中心來的呢 答案 是沒有的 是完全沒有的 是完全 你幾難想像 將一個城市 變成了純粹 在全世界搞統戰工作 而且你更加難想像 就是他們的計劃 欠缺周長的程度 是令人發指的 基本上 就是完完全全 跟明日大嶼和北部都會區 是一樣的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 contingency plan 所以不是開玩笑 我更加確信 計劃就是這樣進行的 你看看香港的高地價政策 你看看香港地產商不投地 香港地產商不投地 香港政府有沒有Plan B 是完全沒有的 就是一個禁廢的政府 因為習慣殘廢餐 根本 腦袋是不會思考的 所以真的很不幸地 香港如果要轉型 香港如果要自救的話 香港等於 是徹底要將 是原本 那個城市的定位 是要作出 是根本性改變 到底要怎麼改變 其實我現在根本也想不到 因為香港 真的發現 原來除了搞地產之外 是完全沒有其他生意 金融又搞不成 金融搞不成 是不會有 是人才走進香港的 香港人才絕對不是在中國大陸 隨便搞一些 新移民下來香港 說是專才 就會解決到 即是說 香港現在 是完全每一項政策 都在這裏整死香港 看到羅湖商業城 今天這樣的情況 變成了 商業城美食廣場 雖然 眨眼看上去好像不錯 是不是真的做得住 沒人知道 現在香港就是這樣 香港原本可能是一個 是叫做 比較高級的定位 也許用羅湖商業城做比喻 不正確 因為羅湖商業城原本的定位 並不高級的 但是羅湖商業城 盛在人流充足的 香港也很嚴重 香港 不是靠 人流 就可以解決的 因為香港 香港原本 的生意 不是真的靠 是多人 就等於做得成 尤其是過去的10年 香港真的可以用不思進取來形容 因為 內地的蠔客下來大洗錢 使得香港 做生意的人 其實你可以說是越來越不用動腦筋的 試問 你10年也不用動腦筋 現在跟你說遇到危機 你說你懂不懂得解決 當然是不懂得解決 所以我們有時也告訴大家 其實 真的是有危有機 如果你長期在一個安穩的狀態 其實你真的不懂得 應對危險的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說 你會 缺乏了判斷能力 其中一個喜歡做時事節目的原因就是因為 因為 我們必須要每天自己做判斷 你不可以 是讓人告訴你 有甚麼新意見 如果讓人告訴我 有甚麼新意見 我才有意見 那麼我 是沒有可能 做KOL 即是Key Opinion Leader 你就不是Leader 當然Leader的意思 其實不一定要領導 是說你要有看法 你沒有判斷能力 你沒有危機 沒有自覺 永遠 都不會有判斷能力 大家也有沒有留意 其實是時事KOL 即是我們不算那些介紹飲食和玩樂的YouTuber 因為其實大家的類型是完全不相同的 其實大家通常都會發現 多數 是時事KOL 多數 都是男士來的 多數也要有 不少社會閱歷才能做到 以我們所見 其實 女士 出色的時事分析 其實是相當之少 其中一個原因都是男女有分別的 男人 對時事的判斷能力 對外界 外展能力 其實的而且確 普遍地 是遠遠強於女性 那麼你說有沒有一些女性 果斷和判斷能力 好像男人那麼厲害呢 其實也有的 很間中會有看到一些 字眼 非常之男人婆的人 才會有這樣的能力 出現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有機會再回來講這個話題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提供了便利 我們亦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國家安全法 國家安全法 基本法23條保護私隱工具 隱藏你的IP地址 隱藏你的網上身份 隱藏你的通訊紀錄 隱藏你的消費紀錄 Surfshark VPN 國家安全法 23條之下 無時無刻都要打開VPN Gmail 用VPN打開USIP註冊新的Gmail帳戶 美國虛擬電話號碼 Text free 免費試用3天 建議長期付費使用 接收各類短訊及認證碼 虛擬信用卡 Wirex App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Wirex 防止各下消費紀錄被追蹤 保護各下私隱 避免國安法及 基本法23條迫害